九宫饭帖是给大家提供下笔的位置 它可能没有办法跟黑帖写得很像 但有它来参考你放的位置会比较刚好 再来可以一次就把位置写到位 看起来会很好看 但不表示你就会写 所以一定要多练几遍 凯书 历书 行书 草书都是同样的道理 那现在这一笔它下在这边 我们也是这样 在它旁边下这一笔 你一面就参考一下黑帖 如果它是圆角 有没有看到我 东东是不是 提贴提贴行径中做两次提贴 那接下来好像是一个直角 直角你自己做 你也可以分两笔 但是这一笔它不是用撇 用撇是上面大一点 下面像蝌蚪 对不对 不这样做 你的用手臂下来 这一笔 跟它的距离不要差太多 好 从这边 提贴 转角都是做提贴 好 注意 我的旗笔怎么做 我们卫背是不是也有这样 好 这边点住以后提贴 好 手提高 所以你进去以后提贴下来 这边会比这里粗 有没有看到 如果你没这样做 可能就会一样粗 好 对 好 这浮掉的我们就不勉强 好 来看一下你们 好 粘着位置 你从中间起底 好 微微上提 好 向左边 按压一下 好 离开 好 在它比较薄的这个位置 下这一痕 我笔是不是进去才出来 这就是提笔 好 贴 要收笔哦 好 点 好 提高 好 提高 不要长哦 因为基本上这些字就是 粒书就是属于扁横形的哦 对 写个清 好 这个清 注意哦 这个清前面 上面那个都蛮细的 所以 写出不行 那难道写细也不行吗 对不对 各位 没问题的 好 约略是等的长度 你的手不要快 快它就没有射笔 这个月 放在这个中间 哦 你写的时候不要向我先点两点 哦 不粗哦 好 这一笔 你上去贴一下 好 先直 往里面一点点 好 一点点就好 好 往外 好 按压 好 离开 你稍微贴一下 就会有一点它的这一种切脚 哦 基本上 粒书里面这种切脚很少 好 现在这个转脚要怎么让它变方正的转脚 看一下 笔在它附近的地方先点住 上去 接好 哦 好 按压了 好 要下来就不要再按压了 好 我留一个缝隙 我看人家有缝隙 非常好看 我可以这样关掉 我不认为我们改变elect右边 Dynasty Word